地球能供养的人类是有限的 且不说这句话对不对 它的基本点 但是太阳系是可以支持我们有一万亿人的 如果有一万亿人 我就能有一千个爱因斯坦 就可能会是人类这个物种 向深太空去行走 这就是说 这种美国的这种冒险家的精神 也是代表了我们智人在迁徙过程中 我们当年智人能够从非洲 假如从非洲走 能走到北美 能走到南美去 这也是这种拓张的精神 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其实对人性这个物种来讲 它是从这个角度来 从概率论的角度思考 我们还是会出爱因斯坦 就像爱因斯坦的事情 还是有牛顿 还是有加利略 还是有亚里士多德 希克波拉底 毕达哥拉斯 这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柱子百家 是吧 但是你又说 你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永生 我基本上 如果像刚才第三种形式的永生呢 如果它可以保证 大家每个自己的 叫首脑入狱吧 我们现在有这个词 就比守身如玉 更重要的是首脑如玉 不被滥用 不被污染 不被滥用 不被人缘亦缘 保持自己 还是自由意识 到底存不存在吗 就这个问题 很重要 所以人类啊 永远不能忘了这个伦理啊 这时候就得靠咱们自己 管住自己的这个可能性和命运 就是说明您还是相信这个 你看人类的这个知识和智慧 代代相传 总是有它的某种道理的 所以说我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 你对基因的这个这个研究啊 让你对这个父母教育孩子 会有什么新思想 给我们分享分享 理论练习实际的 对对对啊 就是因为这是现在很多人的困惑嘛 该怎么教育孩子 其实在于这个 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原理 一部分孩子补课就提高分数 所有孩子都补课就提高分数线 提高分数线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是电视院法则嘛 如果港大港中文不扩招 那无外乎原来700分上 现在720分上 清华北大不扩招 这没用啊 实际上它会把我们人类 可以去探索好多的 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没有必要去追求 那最后的10分20分 因为它对人生这一辈子 没什么用 严格意义上 对大部分是没什么用的 反过来讲 基因是要求多样性的 基因是要求生物生态 都是要求多样性的 我更在意的是 我们能不能定义出来一种 对成功的多样化的标准 或者说不定义成功 都成功 就像一副一气质嘛 都成功 都保下来了 当美国密西西比的大豆 发生了这个 包团线虫病的时候 是北京小黑豆救了大豆 这是这么个故事 因为北京小黑豆 天然抗那种 包团线虫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永远不会想到 相隔 这么千万里之外的 一种基因 竟然会救 你的另外一个 很尽情的一个物种 我们今天保留 任何一种成功的可能性 实际上是让我们的 这个教育的多元化 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托 这个地球上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它没有放弃 每一种色彩 不管是红色还是黑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现在更希望的是在于 我们能不能更好的 去不定义成功 不要有更多的成功学 不要有更多的 急功近利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慢下来 而是让大家更多的悟出来 那你也讲 我常常觉得就是 我们的社会 对于所有的成功 都是有标准的 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因为我们常常 就一说到问题 就是说人多嘛 对 我们是一路这样 精英的筛选的机制过来的 我们的记忆里面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您要它刹车 这个很难 非常困难 我们已经大力的 在说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觉得 哎呀 没有一个筛选标准 没有怎么 多样性怎么来 教育下去呢 像看见发达国家 做最好的几个国家 比如说日本 它现在带来的 很多的问题是 老年化加少子化 同时存在 如果一个国家 最后没有人了 这国家任何的一种文化 任何一种传承 你有什么载体 可以记载吗 那日本人 只有研究永生了 回答它的问题 我觉得 现在要取 就像您说的 不要用成功的标志 是比较难的 能做到的 就是多种成功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那个奇迹时代 是怎么发生的 公元2500年左右的 就是我们现在往前 推2500年前的时候 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嘛 希达多 穆克吉 世家王子出来了 古希腊那群先行在 中国一驻子 就在那个时代 那还是有一个 争鸣的一个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还是会回到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们经常说 创新是自由之子 确实繁荣之母 创新很多的时候 也不能是自上而下的 有很多的创新 是属于低技术的创新 是属于组合式的创新 在历史上 很多伟大的方面 不是可以加搞出来的 是工匠搞出来的 对啊 瓦特也谈不上 是什么科学家 的方面整体机 我觉得人类啊 就是像个人 那个时候呢 就是到了青春期了 就是到了十七八岁 动脑筋读大学的时期了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两千五百年的时候 对 不同几个民族 当然大家方向有点不一样 咱中国人呢 特别在行是 人跟人的关系 那个希腊呢 特别在乎于 人跟自然的关系 等等 我只是想回答您 那个问题 不是中国几千年来 不都是这样子的 不都是这样子 要不然唐诗怎么出来的 宋词怎么出来的 只是到了明朝以后 突然变成特别控制的 所以到明朝以后 只能写小说了 所以说就说历史上啊 你比如说 他讲的这个轴心时代啊 雅兹贝尔斯提出来 我听过一种解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就等于说啊 人类在古元以前呢 当然就是原始宗教 萨满宗教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 真叫集体意识 你的个人意识 好像还弱于你的这个族群 个人就是更是集体的 我们这一族的 因为我们抱团 而且那个时候就相信 很多萨满教啊 这种原始神灵的世界 一个你像商朝都是嘛 他就很多神灵的世界 但是呢 就像他讲的一样 公元前800年到 我到200年 在这个600年当中 东西方同时出现 那么多圣人 比如说孔子 释迦牟尼 柏拉图 苏拉底 然后他们在干什么呢 就是我听到的这种观点 就是啊 就是说人类开始 从这个蒙昧啊 一些一些迷信当中啊 好像第一次睁开眼啊 反观自身 就是我是谁 我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像是孔子啊 像是这个这个 这个佛祖啊 或者是很多宗教的 为人制定伦理 就咱们说的伦理 你们人与人之间 应该怎么相处 你们之间应该怎么相爱 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 你看就过去啊 一切是归之于 我神啊这种 但是从这个时候 你发现这些圣人们 似乎都有一点共同性 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 提出来的问题 一直到今天 还是人类的主要问题 就是提出了一个范式 就人与人之间 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样 才能够和谐 基因之外的问题 大部分他们那个时候 都考虑了 从问题的角度来讲 是的 是不是 这些终极问题 在当天已经开始思考 大部分的考虑 不管它的结论是不是对 但它的问题问对 所以我说您这个 对我们很有启发 就是说 在我们站在一个科技 将给我们带来一个 不可测的未来的 这么一个口上 我们还是得想想 那个时候的这个圣人 他规定的人类的 一些基本的价值观 这就是你们说的 这个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 那么具体到 当今的父母 每一个家庭 实际上就要从基因的角度 考虑说 父母是给了他一定的基因 对 这个因 但实际上 他应该也要好好看看 这个孩子 你说的他是谁 很多后面的事情 并不是由基因所觉得 或者说 你是否能理解 你到底给了他 怎样的基因 是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父母应该是更有耐心 更理解 就是他也有 我经常举的话是 父母啊 要把对孩子的要求 反逐求己 自己去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 对孩子的要求 当父母改变自己的时候 有的时候 对一个原生家庭的改变 是巨大的 因为孩子是从你 他所有的行为习惯 认知 都是从你家庭的 印随和印记过来 印记是基因 印随是你的行为 所以很多的问题是在于 因为家长做不到 要求别人都简单 我们经常是 己所不欲 但却失于人 所以大部分的家长呢 成人却无法改变自己 却无法掌控自己 是我看到当前 一个很大的悲哀和无奈 说得好 真的 你教他什么 他未必听 但是他 连他都不知道 他在不知不觉地模仿你 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他身上的基因 百分之多少来自于他父母 一半一半 各接近50% 少量会突变 会重组 然后大家都习惯于 好的都是我的 不好的都是我那一半 是吧 你就跟你妈笨 你看你跟你爹你懒 其实都不对 是因为他们自己笨和自己了 互相指责对方的基因 好像是母亲的作用更大一点 不是 其实很难说 因为不同的性别 大家其实两性的问题 讨论了很久 最后现在越来越趋劲 好像就没啥去 我比如说我儿是运动员 我踢足球这么好 比如说没吸 他就觉得 那我这儿子肯定有足球天赋 培养他踢足球 或者就我这孩子 培养他弹钢琴 那这个是有基因的根据吗 更重要的 它还是一个后天的习得和环境 否则你这么说的话 因为家岂不是一代 根本一代高吗 但实际上并没有 都是达到高峰以后 逐渐甚至都转行了 不会自从副业了 您这意思 这个基因没起那么大作用 没有那么大作用 因为就是说 你要就是我们当时都举那个例子 狼孩 他已经过了语言最佳的学习期了 你再教他人话 他不会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 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能力 多语言形成最好的时间 是两到六岁 我们在欧洲很多国家 比如说比利时 他会德语 法语 英语 可能还会荷兰语 因为小国嘛 都要学很多国 他会很多种语言 但你问他什么时候学的 小时候学的没人教 当我们尤其是我们 包括我那代人都一样 初中学英语 这个时候你发现 你的语言在两个脑区里 不是在一个脑区里学的 所以你才会有英语思维 汉语思维 您佐证了 我一直这个想法 我就说语言没有天赋 语言是个纪念问题 就是你特别小的时候 你接触到有多种语言 可能你就会长大容易 不管 虽然你说的好了 不是 也说没有天赋 真的没有天赋 我们就觉得要有天赋 对不对 是你能不能尽早 他是这样子 语言的高级运用 可能是有天赋的 但是语言的基本能力 是没有天赋的 因为语言复杂程度 的确有高低 但没有任何的人类 英语在两岁以前 学不会本族的语言 都学的会 哪个人不会说话了 其实后天的习得努力 很重要 我说的那只是血脉的内容 你还有文脉 我觉得 这也像一个隐喻 就是说 我们通过DNA的 这个代际 这个传 我们也能意识到 这个文化 就说这个中华的 这个文脉 它也是个DNA 咱们可以说是精神遗产 文化遗产 这个东西也决定着 我们的慧命 不管 智慧生命 对 这个地球上做过很多 不管靠谱不靠谱的 智商测试 智力测验 中华民族的 都是在中上 甚至在最尖端 你看 还是聪明 对 咱们中华文化 就几千年 它这么传 但是你看 也有复制 但是历朝历代 也有变异 也有突变 然后这个突变 要接受环境的考验 有的能存在 有的就灭了 但是呢 总有好像一脉也不绝 所以还是中华民族厉害 就它这种 所谓的这种民族的包容性 它很强 中华民族是后来的概念 是一百年的概念 金庸也好 这个陈寅雀也好 就是在讲这个汉文化 受到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的 怎么来说 混合 突变 这个就是生命力 民族的这种文脉是很强的 对 独制性还是很强的 这个得学学他这个学科 了解一下 你不是讲成功学吗 那生命传到今天就是成功啊 那么这个里边有什么成功的规律 我觉得真的 有点意思 这个逻辑很重要 演化是一种学习能力 算是吧 对 他是有随机性的 他是有随机性的 鲁迅讲国民性的时候 这个国民性 RQ的这个现状 那这个算 就是说社会环境 有没有影响到基因 特别柔顺啊 特别 还是挺难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性的概念 银老师 脑容量给你奔到了170毫升 是 真假的 太难了 是 实际上从五胡乱华 再到这个元始百年 再到1644到1911的清朝 这267年 我看到的是融合 我并没有看到 你的国民性 是说更柔顺了 还是怎么样 要不然 如果都柔顺 我们打什么抗比元朝呢 那个当时打的也是 那也是何了不起的呀 当时可以去面对 那么一个强大的对手 大家还不是没有怂吗 所以在我看 这个东西还是在于 这一代人的心气 到底起没起来 就是你看 刚才咱们讲的很多很深的问题 比如说是自由意志 还是被决定的 对 甚至有些物理学家说了 就说极端的来说 只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出始条件 就能够计算出你下一个条件 认为你没有什么自由意志 但是另一种 认为人啊 就是有自由选择 比如说你学新闻好 还是学生物好 你今天看 你觉得学生物好 可是也许你一上这个学 科技的方向一下转变了 就这个可能又没那么好 对 你也在选择 可是你也在接受 随时变化着的 环境和时间的这个选择 那么你说 这个作为父母来说 您对这个孩子 我觉得要认识到这个程度就想 你至少别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让他怎么样 因为那太有可能出错了 要是我们再用另一个大思想家 弗洛伊德的理论 那基因就相当于潜意识 决定人的 他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决定了你的行为 你接受的道德文化训练 那是超我 你的行为是这个超我 跟本我的一个协调 换句话来说 是道德文化 跟基因本能的一个协调 能不能这样来看 这个是对的 康德那句话 可能我觉得更经典吧 就是当我仰视星空的时候 我觉得 我构成我自己的物性 和这些星体之间没区别 都是元素嘛 一堆元素 对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当我凝聚 向我的内心看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这些束缚在我内心当中的 这种道德和美德 让我明白我为什么为人 所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这两者都让他觉得 璀璨的心穷 内心的道德律令 就决定了我的物性和人性 当我看星空的时候 他觉得他只是一个自然物 他只是个物性 我只是一个 就是一个物体 对 但是看内心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 有一种从光的美 他意识到了 我为人的意义 所以说 就要 这两件事情 都是不朽的 那么如果再用 饶意讲 其实我们终有一天 都会沉归沉 土归土 你会按照热力学 第二定律的方式 归于虚无 尤役就是北大的 现在是北一的校长 你把他跟康德 并列在一起 三人行 必由我誓言 陈一路走来 只有师长 然后 当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希望你既经历过 物性的神奇 也经历过人性的可爱 我还会加一句 你用你无私的人性 去克服了自私的基因性 同时别忘了 感谢军群的帮助 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生命是一种代码 这是我的原创 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 有爱 你相信 我相信 但是你还没在里边发现 证明不了 我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 是个宗教性的内容 而且无法证伪 因此这句话也不是科学 科学家的宗教情怀 但是我觉得未必不是真的 有时候从DNA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就是个管子 对 对吧 你活百年 你就是个管子 但有时候 有时候你这个管子 真的就是你的局限 你觉得 对基因来说 不太重要 对吧 你觉得应该怎样 或者说你觉得我的孩子 必须得是什么样 必须是什么样 可是对于基因来说 有更大的东西 有更大的意义 在决定着你的孩子的未来 这个就要谦卑啊 就跟他们科学家一样啊 我有时候跟我的一些朋友 就这么说 我说咱们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困惑 你怎么肯定 你敢说你是对的吗 咱自己有时候都舍了 对啊 就是你刚才说 人类的基因里面一定要有 就是如果是密码 一定是有这个爱 对 爱它也许 它是不是自由意志不知道 但爱实际上会让人感到自由 因为当你用爱的角度去看 很多束缚就没有了 是这样子 你刚才说的父母对孩子 如果你不是用社会的标准去看它 你用爱去看它 你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解决了枷锁的本质 就是人所以为人的一个很人性的标准 对 无论是狭隘的就是这个两性之爱 还是友爱 还是父母跟孩子的爱 我就在也劝这样的一些家庭 就您刚才说的问题 是吧 家长特别自信 巴巴巴说很多 我一般就是说 又打孩子了 我说为什么打了 是欠抽 欠揍 我就说那上次他发伤 你为什么找我呢 快不行了 我说你不想揍死他吗 就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他是爱他的 但他方向错了 稍微还我大气再说 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 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 这是本质 科学家也是这样子 真伪嘛 心里面可能就 就是每一代坐在颠覆 上一代就是基因的传承 也不是完全颠覆 就是他复制中有变异 可以这么理解 在关键点 尤其在科学上 尤其要在意这个点 我爱我是 但我更爱真理 很多权威已经忘了 他怎么当着权威的 是因为他颠覆了之前的权威 对 然后再往下问呢 就跟邓老师你说的一样 你怎么保证 今天说的都是对的 你成功吗 我能跟你说的一堆毛病 你改得了吗 对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呢 变成这个放任自流 这个虚无主义 说你怎么着都行 所以这个里边 哎呀 咱们说的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本质上 它是一个道理 你比如我那天听人一个说法 他说比如说 有命和运 命就是必然性 是吧 运呢 是偶然性 为什么说科学家爱因斯坦 我们要认识这个科学的规律 就因为宇宙啊 生命啊 有它的必然性 是 但是神奇就在于这里啊 还有运 还有偶然性 因为偶然性是多种 必然性的交叉点 这个是您这个节目的魅力吧 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不可能是一个yes or no 非黑即白的事情 对 我们又不是辩论赛 就我觉得像基因学习的 就是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学习能力 就是他在这个演化过程当中的 不断在学习 梳理出你基因当中 特别优秀的地方 给孩子做暗示 他就是一代一代的 在这个复制当中产生变异 有些变异变成癌症了 对吧 那有些变异被环境采纳了 对 我这个不由的想到 就是爱因斯坦 当年跟他们量子力学的 那个人的争论 爱因斯坦 说这个上帝不致骰子 说上帝不致骰子 是 但是这个 这个DNA的这个 被环境的选择 是不是有点 致骰子的性质呢 这个 亚里士多德 有力作用在物体上 物理才运动 然后先是 加利略比萨斜塔的 这个实验 我们按经典的传说来讲吧 虽然这过程中 也有无数的 说本来也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就有了 开普勒去看行星 然后就有了牛顿 给出了 宏观物体在低速 跟光速相比的 低速条件下 牛顿定理都是对的 爱因斯坦统一了时空 狭隐相对论 国外相对论 都告诉我们 光速横定 然后让我们知道了 原来牛顿 只是爱因斯坦方程当中的特例 当速度 远小于光速的时候 牛顿定理都对 当接近光速的时候 必须用相对论 就到了爱因斯坦 在广义相对论当中 时空是一体的 时间达到了光速 速度达到了光速的时候 就没有时间了 只有空间 同时只能有一体了 能量和物质 只是通过光速的平方 来进行转换 能量和物质 物质是被束缚的能量 是一个被束缚的能量 这其实是到那一刻为止 都是对的 然后波尔挑战的最大 所谓的哥本哈根学派 在这个索尔维会议上 之后这段时间 就证明一个问题 到底这个世界 是不是确定了 嗯 其实普朗克在1906年的时候 当他知道了这个世界 是量子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点崩塌了 你相信的东西 原来都不存在 所以爱因斯坦和波尔 最大的争论就是在于 爱因斯坦说 嘿 上帝不扔骰子 波尔告诉他不是 他把骰子扔到 你看不见的地方 嗯 对我们生命来讲 也一样 对 我记得还有一段子 说波尔当时说 爱因斯坦 你不要告诉上帝 该做什么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们DA的突变啊 百分之二 是我们看得见的 但是突变在哪两个位点 我们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个概率 所以每一代的随机突变 我都不能让它 百分之百二 我的意志去做 这就是说 我为什么定制不出来 一个完美的东西 它总会有一个点上 没有爱你的意志做 这种随机性 是天然就会发生的 不管它多保真 它这些 生命复制过程中 就是会出错 这个出错 就是我们演化的动力 就所谓的变异啊 你看看 咱们现在 从理科到文科 达成了共同的这个结论 就是我们要对这个世界 充满敬畏 而且一定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包括对自己的孩子 是吧 也要保护他们 多元性的这个发展的兴趣 因为很多人已经不生孩子了 哈哈哈哈 现在有的孩子 真的都是宝贝 对 你要知道一个孩子 从受精 最后能安安全全 健健康康生出来 它是多大的概率吗 一年之内 连续受孕 在目前的概率 只有60% 12个月 每个月都在排卵期 就连续受孕 你才只有60%的概率 能生出一个孩子 出生圈率的发生率是多少呢 5.6% 也就是说 每20个孩子里就有一个 会有毛病 他要躲过这么多的概率 胡论个儿 健健康康 所以家长都应该家里 太好了 小孩房门口 贴个标语 什么 保护人类基因 对 共同体 是鲁迅显的救助孩子 对对对 为了人类基因 这个基因真是说明 我们真是命运共同体 对的 为了这个